中国对缅北冲突的介入,缅甸北部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周边地区的安宁,中方一直在努力进行斡旋和调解,因为稳定缅甸符合中缅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方成功促成了缅军方和国改,德昂若开军在中国境内的会谈,并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了协议。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协议,缅甸军政府和民族武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谈判结束后,双方的回应相去甚远,缅军发言人左敏吞少将称谈判很顺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德昂军的发言人表示谈判毫无进展,同盟军由国改军、德昂军或开军三部分组成。 目前,缅军似乎只在退出国改老街和放弃电炸集团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拒绝了同盟军其他的要求,尤其是德昂军和若开军的要求。 虽然缅军愿意归还老街,但这一决定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原因,首先,老街是根据彭嘉生与缅甸前政府签订的和平协议而归还的。 老街东城的攻防战已经愈演愈烈,同盟军成功攻占了老街东城南面的最后制高点——大营山。 成为同盟军的关键战略位置,而老街守军中有传闻有些投降,电炸分子们则顽抗在酒店、赌场等阵地。 同盟军的围攻战略打破了老街守军的最后防线,成功突入东城区。 同盟军为了在城市中进行巷战,将前期缴迫的庞大军备集结于老街。 而电炸分子们或许会感到火力压制之下,酒店、赌场也许将成为他们最后的据点。 在这场战局中,电炸头目白锁城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为了支持电炸守军坚持到底,他毫不吝啬地撒下大把的钞票。 另外,印度雇佣军也出现在老街东城的攻防战中,缅甸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历史也在这个瞬间再度响起,边境地带的叛乱问题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紧张源泉。 然而,印度认识到与缅甸军方搞好关系的必要性,双方进行了多次联合军事的行动以打击叛乱武装,这种战略调整似乎为印度在缅甸取得一席之地打下基础,缅甸和印度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起伏。 2000年后,印度开始提供经济援助,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正常化在此过程中。 印度雇佣军多次在于缅甸联合作战中扮演关键角色。 2019年,缅印联军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联合行动,成功摧毁了多个弱开军基地,杀伤3000多人。 这次行动成为两国军事合作的辉煌时刻,老街东城的战局如风云际会,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波澜。 同盟军攻占至高点大营山后,老街东城成了攻防焦点,而在硝烟弥漫的同时,老街城的谈判风声也愈演愈烈,有消息称缅军正在与同盟军进行秘密的谈判,这让人陷入对战局真相的思考。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老街的未来也许将受到谈判桌上的抉择影响,谈到老街就不能不提及电炸头目白所成。 他竟然不惜拿出大把的钞票,支援电炸守军坚持到底,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加入动员,呼吁警卫们拼命抵抗。 这样的家族拼搏和血性使得战局更加错综复杂,老街的命运似乎也被卷入了这场白热化的战争之中。 城中还有电炸分子的最后一战场,他们或许感受到同盟军火力的压制,但顽抗的决心似乎更加坚定,印度雇佣军的神秘身影也在战局中显现。 危机四伏的局面让人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一支神秘的印度雇佣军队伍最近进入了老街的战局, 他们的行动像特种部队那样训练有素,穿越丛林非常熟练。 这支队伍的到来是否是改变老街战局的关键,以及他们是否成功绕过了埋伏进入老街,目前还存在许多未知之处。 回顾历史,印度和缅甸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历经多年,缅甸和印度之间的关系经常出现波折, 但是在90年代末期,印度试图改善与缅甸的关系,通过联合军事行动和经济援助来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雇佣军的介入可能是两国合作的延续之一。 2019年的缅甸联军行动是两国军事合作的辉煌时刻, 印度雇佣军在这场行动中展示出的战斗力和效果可能是他们再度参与老街战局的原因之一。 在动荡不安的老街战局中,每一方都在进行着战略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无法确定, 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正在老街上演,同盟军奋力攻城,但电诈分子顽强抵抗, 而缅甸则在谈判桌上试图寻求最大利益,印度雇佣军则如影随形, 老街的未来充满着未知数。 缅军是否真的会放弃老街,同盟军是否能够平稳接管, 印度雇佣军的介入是否能够改变战局,这都是未知数。 在这场看似平凡的战争中存在着更多未知和谜团, 唯有时间能够揭晓,老街的未来将取决于这场错综复杂的战争中不同方势力的国义碰撞, 因此老街的结局成为了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果敢同盟军攻占了一百多个据点, 虽然每次都没有歼灭太多敌人, 但累计的战果也不容忽视, 特别是缅甸军队中有整个营级单位有偿投降并被送出国境。 目前,果敢同盟军的实力不断壮大, 甚至已经有了装甲车, 百锁成出逃备篮, 这是果敢同盟军的一个胜利, 但是从整体战况来看, 果敢同盟军在歼敌数量上并不多, 但却通过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取得了巨大的收获,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 他们都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军备, 比如轮式突击炮, 第三式榴弹炮的, 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他们自身的装备水平, 使他们有能力组建炮兵部队和装甲部队, 果敢同盟军缴获了大批的弹药, 对他们未来的总工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弹药的充足无疑是战斗的关键, 它将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 增强他们的作战能力。 但目前的问题是, 缅甸政府军无法找到一个可行的逃生通道, 从他们的战略布局来看, 他们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 尽管看起来他们控制着一大片地区, 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 这导致他们处处都需要设防, 但又处处存在着漏洞, 这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白索成的出逃被拦截, 这算是果敢同盟军的一次小胜利。 他们成功地阻止了白索成的逃脱,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 对于果敢同盟军来说, 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克服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 只有通过不断的优化装备, 提高战术水平, 才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取得更多的胜利。 果敢同盟军这次进攻的口号, 是打击电信诈骗, 行动, 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白家。 根据缅甸方面的消息, 白家的女儿白英兰, 女婿曹强丽和儿子白英仓 在乘坐直升机逃亡时被击落坠机身亡, 而白索成在逃亡老街时被缅军拦下。 目前仍然被困在果敢地区。 在法理上, 同盟军要求重新获得果敢特区的诉求 应该得到了北方大国的支持。 其次, 目前缅军在老街无法与同盟军抗衡, 坚持下去也无济于事, 甚至可能会影响中方打击电炸的行动, 招致外部压力。 在木杰和蜡虚地区, 缅甸军政府肯定会全力夺回失去的控制权, 因此, 尽管老街这边相对安静, 但难看木杰一带却再次成为激烈交火之地, 木杰口岸占据了中年贸易量的75%, 因此, 这一地区对于各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 中方的介入和调解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缅北冲突带来的紧张局势, 但冲突的根本问题还有待解决, 在缅甸, 缅甸政府军和国杆同盟军的激烈冲突,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场冲突的背后, 是对边境口岸的控制权的争夺, 据说, 国杆同盟军在木杰105码取得了胜利, 缅军派出了武装直升机参与战斗, 然而, 由于这个地区靠近我国边境, 双方都不敢使用重型武器, 这对同盟军来说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情况, 在其他地区, 例如缠邦北部的南散镇, 南侃镇, 桂凯镇和漫东镇, 缅军则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 动用了大量的炮兵和空军, 在南口镇, 缅军甚至出动了空降部队, 但却被国杆同盟军和德昂民族军的埋伏所摧毁, 这场冲突发生在和平谈判刚刚结束不久, 缅军对同盟军发动了全面反攻, 这几乎可以被视为撕毁停火协议, 同盟军方对此表示愤怒, 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 表示他们将全力以赴, 打击缅甸的独裁政权, 面对这一局势, 国际社会只能呼吁缅甸各方尽快落实停火和平协议, 然而, 对于北方大国来说, 他们暂时只能呼吁, 因为他们也不方便过多介入施压, 局势预计还将经历一段时间的战斗, 直到最终奋出胜负, 缅甸北部的局势才能够平息, 果敢同盟军在山林里捡到大量装备和物资后, 以配合打击缅北电炸集团, 光复果敢的名义, 突然率领一, 五万军队剑指果敢守抚老街, 而他们主要讨伐的对象, 就是咱们最近天天能刷到的那个四大家族, 以及另一个老街爆发户, 果敢警察部队的实际控制者, 恶名远洋的电炸园区, 卧虎山庄的老板, 明学昌家族, 随后, 咱们的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也对四个明家人, 明学昌,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珍珍, 进行了公开悬赏通缉, 不过, 虽然果敢人就是汉族人, 讲中文, 用汉字, 无论是血缘, 语言, 或者民俗, 跟咱们中国人基本无异, 但他们是缅甸公民, 缅北地区的军事活动, 属于缅甸内政, 照说, 要抓这四个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也应该直接去找缅甸政府协作, 以联合执法的方式, 经由中缅双方都协调通后, 共同进行搜捕裁队, 毕竟, 缅甸政府跟咱们的关系, 也不赖,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